中國第一位太空人 是幾乎人人都知道的楊美偉 而中國第一位女太空人 就是正在太空站執行任務的劉洋 成為太空人之前 劉洋是一名運輸機飛行員 曾經多次執行救災任務 2009年當局第一次招收女太空人 劉洋憑著個人的心理和生理質素通過重重巧合 2012年6月 劉洋入選神舟9號任務 與劉旺、景海鵬拍檔一飛衝天 成為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女太空人 期間三個人一起完成首次載人太空交會對接 進駐天宮1號實驗艙 還與地面進行天地對話 執行任務時 劉洋抱著犧牲的決心 面對家人時 她又充滿有情 她曾經與丈夫交代 如果她不能回來 她有兩個願望 如果我真的回不來 你要答應我兩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一定要幫我照顧好我的父母 因為我的父母救我一個孩子 我是獨生子女 第二個 就是你一定要娶一個會做犯的妻子 我覺得這麼多年沒有好好照顧家庭 心裡面還是會有愧疚 任務完成之後 劉洋就很少出現在大眾的視線當中 外界猜測她不會再次飛天 甚至有傳言她幻想後遺症 不過就在今年神舟14號的任務期間 劉洋從回大眾視野再次執行任務 她將在太空站駐留半年 完成又一個創舉 而所謂的消失十年間 劉洋做了媽媽 同時不斷訓練學習 潛心提升自己 今次飛天之前 她就這樣表達自己的決心 我會一直心懷傷害 掩有星辰 擁抱初心 一次次把祖國的榮耀寫滿太空 macro报應 二星辰 五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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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辰 五星辰 五星辰 三星辰